這個黑白上色 你要變成像那 其實我們在外面也常看到這一種對不對 就是用那個磁磚這樣貼上去的 對對對 有點像馬賽克 就是用馬賽克磁磚這樣子 那你想看這一張 你要注意一下一點 你看我一打開之後 這個是完成檔 所以它是RGB有發現嗎 還記不記得以前我們做黑白上色的時候 這個是什麼 灰色對不對 所以說這是會接的沒有錯 所以你能不能直接拿這一張 就來上色 不行 不要忘記了這一點 課本上也有提到 只是它是在第二個步驟 通常我會先檢查這裡 既然你要做黑白上色先檢查看看它的模式是哪一種 這個是RGB的 所以你要先轉換過來 先轉換過來 那麼你要選顏色的 再來它是先選哪一個顏色 好像是上面的那個佛頭上面這一個 綠色這一個 好所以那你要怎麼選它 你要怎麼選 其實這個差異蠻大的對不對 就是都一塊一塊的 你當然你可以用魔術棒選啊 簡單來講你可以用魔術棒選 你可以一塊塊把它選起來 好那 課本也是先用魔術棒選 然後呢選了一個 是不是還在加 這個時候其實我通常會建議 你就算那個 shift 有沒有 你就別不一定要按上面這個啦 反正按下去它就會自動接過去的嘛 那你就把你要的就把它選起來 選起來 選起來 有沒有 欸欸欸欸好 昨天有少選 那還記得以前我們是怎麼做的嗎 是不是用這裡有一個東西 我看一下 因為課本用的方法跟我有一些不一樣啦 那沒有關係啊 我用的是這個 哪一個 這個裡面的哪一個 我們以前用的是哪一個 有一個打勾叫上色那個啊 有印象嗎 答案就在螢幕上了吧 那他就會把顏色填上去 那現在 我看一下 有看到了嗎 有變化了齁 好 那你可以用課本的方法也可以 你可以試看看 來畫面先還給你 他 他是把它調成 這個明度有沒有調的很低 你們預設是不是在這裡 所以你會覺得好像調好像 都沒什麼改變對不對 你把明度調低 有沒有發現了 所以真的有變齁 真的有變 只是因為這個 不是很亮 所以說你必須要改變一下 哎呦齁齁 所以其實是跟我們之前做事實上是一樣的 事實上是一樣的 那這邊的話如果OK 那這一塊就好了 那其他塊 如果你要用相同方式 是不是也是一樣可以做 這樣OK嗎 好 那這裡有一個我們沒有 講到過的那種 就是選取方式就是說 他在選填這個臉的時候有沒有 臉啊 身體啊 他是用這個額黃色對不對 好 那你看喔 在這邊 如果你要把這一塊選起來 要怎麼選比較好 當然你可以這樣一塊塊慢慢點啦 但是現在點很多 很多 所以這裡有一個選的方式 這種叫做什麼 顏色範圍 有沒有 這是我們沒有講過的 所以你看選取區 還有很多 點進來 你要選的是什麼顏色 你看喔 我移到外面來有沒有 變滴管 對不對 你就吸那個顏色 欸 有沒有發現大部分都選起來了 那 其他地方 可能還有一部分是被選到 你可以調整一下他的朦朧 翻得不錯吧 朦朧 很久沒用這兩個字了 朦朧原則上就是範圍嘛 就是他的範圍啊 如果你範圍越低 有沒有發現選得越精準 越大 越大 是不是相對選得越多 那你就知道了嘛 所以我搞不清楚那個 翻譯的你要做什麼 哈哈哈哈 看他啦 他可能要展現一下那種文學造詣 那你如果想要預覽一下 你可以 看看喔 這樣效果不是很好 因為本來就灰解好 那麼這裡啊 如果說你想 你覺得說 我這個地方 右上角看一下 右上角這一塊 假設你不要的話 這裡 我們現在用這個對不對 你可以用剪的 有沒有 我告訴他 這裡不要喔 這種的 不是這裡啊 你從外面去選 這個在右上角 在哪裡 這裡 有沒有 告訴他這裡不要 剪掉 欸 糟糕 只有選一個顏色而已 那這樣這裡就剪不掉了 沒關係 我們就大概 大概這邊 好 你先選好 按確定 有沒有發現這樣就選好了 可是有些地方是不是多出來了 可不可以剪選 可以嗎 你可以用這個工具吧 用這個也可以啊 然後呢 變剪選 剪選按哪一個快速鍵 Shift是加選 對不對 Alt是剪選 Alt是剪選 那當然你可以用從上面啦 也可以從上面 這樣也可以 那我按Alt 我按Alt 我就把這一塊 對不對 我不要的多的 我就框選起來 那麼它就不受影響了 這一塊不要 我就把它框起來 這樣是不是它就不受影響 你就找看看 看它有沒有 其實這裡面都還有一些細細的點 以這張來講 其實 你用鋼這種方式 有時候 你還是會選到一些不必要的 這一張並不是那麼適合 那所以 你大致上選 你看 因為有時候點太細 其實有時候你變得會 非常難選 因為眼睛會看不 眼睛就要摆了 還要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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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很難過 那這樣子就OK啦 所以我們就來這邊 一樣再增加什麼 色相 飽和度 上色記得要打勾 因為本來就沒有顏色 所以如果你沒有 沒有打勾上色 你在那邊調都沒有用 第二個 因為這個比較特別 明度要調低 有沒有 明度要調低一點 色相你再選擇一下 好 接近 我看 我看 好 那我們把合度再調高一點 可能要找一下 找一個比較接近 OK嗎 好 來 畫面還給你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